妈妈你就不烂了 有人 你别笑 如果不是亲爷所见 外面不敢强劲 还有你们 干嘛呢你们 还能干嘛 看书呗 做就行了吗 看电视了吗 没有 没有吃零食 没有 真的假的 怎么 仍有人批权 这基本的信任都没 再错 我不是还找爷爷这个监工吗 你相信我 你爷爷都不相信了 爷爷你来说 完全有我看着他 你就放心吧 他今天除了做作业 什么事都没干 好 那我可要看录像了 什么录像 也是担心家里有什么突发状况 我特意在家里装了这个 小米智能摄像机三云台版 有了他 爸爸妈妈上班或者外出的时候 就是实时远程查看 你在家里好不好 你看他3K超新画质 你在家里有啥情况 有没有异常 爸爸都能远程及时知道 而且他内置 你家安全芯片 隐色的保护 爸爸用起来也放心 你们一上 我就干了这个 姐 你打一口 我先走了 爷爷你吃棒棒糖吗 爷爷不吃 吃吗 可甜了 那爷爷吃了 你怎么把我搬完行里吃 不是你叫我吃的吗 我只是跟你客气客气 没想到你一点都不客气 那怎么办 你爷爷吃的吃的呀 哼 我生气了 我再也不跟爷爷玩了 没有你们 哈哈 看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我冰淇淋 哈哈 他跟爷爷的气吗 生气我怎么会生爷爷气呢 你可是我最爱的爷爷呀 刚刚只是逗你玩了 哈哈 哈哈哈 你能带我修穿游吗 嗯 不是妈妈陪你去吗 那我想爷爷陪我去 为什么呢 没有为什么 我再想爷爷陪我去 哈哈 那是这么话 哈哈 要是妈妈陪我去的话 人家冰淇淋都舍不得给我买 那肯定是工艺的东西比较贵呀 妈妈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呀 那你也是这样的吗 爷爷 那爷爷肯定这么想的咯 爷爷也不想花那个冤枉钱呀 那好 从现在开始 我的名字就要刀刃 哈哈 哈哈 哎 你们小朋友都是爸爸妈妈出去的呀 啊 啊 啊 哦 爷爷 你跟老师说一下嘛 再说了 要你这陪我去穿游的话 等我长大了 我就带你去北京明兰三亚 带你游遍 整个大中国 哎呦 怎么样 哈哈 哈哈 好 这个好 这个吹游必须去 哈哈哈 你看这谁 啊 那是谁爷爷呗 那我建议你哦 有人 不要骂我 也不要揍我 好说话 不干活 对你有好处 你嘚瑟是吧 那我也建议你哦 从现在开始 不要说话 对你爷爷有好处 为什么 等爷爷爷走了 我们慢慢说 好好说 爷爷你今晚能不能补料头啊 哈哈哈哈 不行啊 大女 爷爷明天再过来陪你玩 好不好 妈妈对不起 不说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爷爷你看我缺了什么 没缺什么 你再一起看看 哦 你缺了袜子 没缺袜子 啊 啊 不是 哎 你看 我缺了一颗大人羊 哎呦 是缺了一个大人羊 哎呦 有了好多好不许 哎呦 可信的是爷爷了 是的呀 我都要吓死了 你知道医生怎么说的吗 你怎么说的 医生说 多吃冰淇淋 对伤口 哦 这样说的 那么爷爷你能看看 我游泳那么多血的 放上给我买什么吃冰淇淋吗 呃 你妈妈说 不让你吃冰淇淋 爷爷 你是听医生的话 还是听妈妈的话 那这个必须要听医生的话呀 哈哈哈哈 哈哈 爷爷就赶紧去买冰淇淋去 走 哈哈哈哈 爷爷 你在家吗 爷爷我在家 玩得开心吗 不开心 蛤 为什么呢 因为都是屁股 哇 哎呀 不是应该都是人头吗 没有我太矮了 看不见人头 只看见屁股 哈哈哈哈 哦 不过我玩了许多竹笋啊 大伙我就给你送过去吧 好的 谢谢大孙女 但是要辛苦一下爷爷 烧一下啦 那没事呀 爷爷自己烧嘛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要烧两分 啊 哎 都怪爷爷烧的太好吃了 我都馋了 哈哈 再说了 这么好的竹笋 倒是被妈妈一烧 不都糟蹋了吗 哈哈哈 你这个小心手 可以吗 爷爷能帮我烧一下吗 可以 但是你想吃 我都馋满 好的 谢谢爷爷 记得哦 多买点红烧肉 一起烧哦 可以 现在就去买肉 好的爷爷 谢谢 再见 爷爷 那么管管你儿子 哎呀 儿子不总管啊 那他把你大分离你干不管 管 这个必须管 怎么管 那爷爷帮你揍回去 好 给 爷爷 你们等一会再揍他 你是不想揍啊 那不会啊 我就知道你心疼的 不可能 你最喜欢就是你了 我现在就去揍他 哎 不用不用不用 怎么拎 他拿我 也是为我好啊 那他也不能打人呢 哎 不用不用 我已经玩了 真的吗 对 我现在看在你的面子上 给放你爸爸一马 你别笑 爸爸 你快点来 我又听着你一命 哈哈哈 大孙女 网友们说 你天天就给我花大饼 什么时候花大饼啊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知道 爷爷对我好 我就对他 十倍好 百倍好 千倍好 一倍好 哈哈哈 真的吗 但是真的啊 孩子不会骗人的 哦 那就好 嗯 今天天气也太热了吧 我的热的冒烟了 有人给我买个面子里面就好了 哈哈哈哈 你去忽悠我吧 爷爷 你要知道 现在就是你表现的时候 嗯 要是你现在给我买个冰淇淋 我长大了 一定对你 十倍好 百倍好 千倍好 一倍好 哈哈 好 我给你买 哈哈哈 谢谢爷爷 爷爷 舒服吗 哎呀妈 舒服 爷爷你吃 他妈的 舒服吗 呃 我不吃 还要吃嘛 超级甜 哈哈哈 你是不是有什么大事情 没有啊 没有大事啊 那就是有什么小事情 嗯 公主鞋好漂亮哦 我同学都有 却我没有 哦 然后呢 然后就是你可以给我买一双妈 爷爷 觉得我会给你买吗 你肯定不会不给我买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你最爱的大孙女 你是我最爱的爷爷啊 哎呦你妈 哈哈哈哈 啊这个好 啊这个必须买 给你们家小朋友的 我们家大孙女必须有 好买买买 爷爷 爷爷你丢了一块钱 你会心疼吗 啊 不会啊 那你会伤心吗 我也不会伤心啊 那你给我一块钱吧 啊 那你要干什么呢 我要买爆满糖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爷爷 你只要当丢一块钱呗 哈哈 对你有什么有什么影响 但是会让我开心一整天 但是你妈妈不准你吃爆满糖 爷爷你知道这叫什么 这叫什么 它叫头子 你现在给我一块钱 我长大了 给你一百块 一千块 一个亿 哎呀好 这个头子好 好 同一 给你一块钱 你别笑 谢谢爷爷 好 干嘛这是今天 能干嘛 被你的好老婆罚战呗 没事啊 爸爸就是给你啊 求求情啊 等一下你别去 干嘛这是 我建议你啊 先搞清楚这个家里大小王 别到时候拖累我 哎 瞧你这话说的 瞧不起谁呢这是啊 今天我都让你瞧瞧 这个家里谁是老大 爸爸你瞻牛 好等着啊 爷爷 奶奶是不是去新疆了 对啊 你一个人会不会很孤单啊 不会啊 怎么不会呢 都没有人陪你玩了 哦 爷爷 有人给你洗衣服 打扫房间吗 没有呀 那我待会给你洗衣服 打扫房间怎么样 你还会洗衣服呀 我当然会咯 我叫上妈妈一起去 妈妈你去不去 好啊 可以啊 爷爷 那我们就约好了 待会我和妈妈过来 帮你洗衣服和打扫房间 哎呦你妈 哎呀不用了大孙女 这样太麻烦了呀 哎呦爷爷 你不要不好意思嘛 我又不是白干的咯 没事你给我上点红烧肉就好了 那好吧 那爷爷就好 一块位等你啊 好的谢谢爷爷 待会儿见 妈妈 你给我生个弟弟妹妹呗 不生 妈妈 你别偷懒嘛 那国家都放开生三胎了 你不说生三胎 生个二胎不过分吧 你说的到轻条 生个谁带呀 我带 你只管生 我来带 哎呦 现在小泥球长大了嘛 都会帮妈妈分担了 那可不 我天天带她玩游戏 等她学会了 你就没心思管我了 给你一个善务的提醒 什么提醒啊 你快跑吧 我为什么要跑啊 因为你很快就要被挨揍了 你开什么玩笑 我碗也刷了 衣服也洗了 地也脱了 我为什么会挨揍啊 我刚才把花瓶打碎了 那干我什么事啊 挨揍也是你挨揍啊 花瓶里面的两百块钱 被妈妈给看脚 你看我裤子 都挨了一大截了 你都怎么啊 这在时尚 想省钱你就直说吧 这不能怪我啊 谁让你长那么快的 你知道为什么要长那么快吗 为什么 好快快长大 早点赚钱 给你花 我还要存钱给你养老呢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咯 为了陪在你身边照顾你 我连清华北大都不考了 照你这么说 你心声还挺大的 清华北大都不去了 你看我都那么爱你了 你不会连套裤子都舍不得给我买吧 别玩了 学英语了 我不学 去年五岁你不学 六岁了你还不学啊 我一把队我也不学 那你要是有个老外向你问弄怎么办 我说中文啊 他听得懂吗 那他不用说 那我们中国的领土 还不如乡随俗 就要讲中国吧 那让你这样的说法 你又出国了 问弄怎么办 我干嘛要出国啊 有可能要出去上学啊 我中国三千多个大学 还不够我上的 我干嘛要去学玩 那你出国旅游呢 我中国三十六个神 七十二个市 还不够我玩的 难道一百岁都玩不玩 那你出国打工呢 我学习是为了建设我的祖国 而不是为了建设别人祖国 你怎么站的 站好 我警告你啊 你别嚣张 你想咋的 你要是再去我的话 我就离家出走 天天把离家出走挂嘴 你捂谁呢你 走 我给你开门 开就开 谁怕谁啊 出去 等一下 干嘛 我连作业都没写 都要离家出走 写什么作业了 不用写了 不要 我就要写作业了 我写完作业 还要吃顿饭 穿饭玩好几个盒 写完走 我再睡一觉 再带离家吃的 再带离家吃的 老婆 谁是你老婆 我是你宝贝 宝贝啊 怎么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我都想死你了 爸爸一会就回来了呀 那你能顺便 带点红烧肉回来吗 可以吗 你想吃红烧肉了 那你问你妈妈吃不吃 怎么 要是她不吃 就不买了 是你宝贝想吃 是 爸爸是没钱 那你妈给我转一点 哦 我懂了 你那没听就买 给爸要转点钱 不转 我啥不转 我不吃 我减肥 好不容易长出来的肉 干嘛又减掉它 像我这样肥的 不可爱吗 你这叫可爱 我这叫肥 也对哦 给三百斤 够不够 啊什么三百斤啊 给你三百斤够不够你胖的 你你还要不要吃红烧肉了 哎呀对不起 我 哎呦你们哈哈哈哈 把你老婆打我 哦是吗 前面打回来 想 好来这个拿着 走爸爸带你 过去 你干什么 看着羊 跟你打背 哈哈哈哈哈哈 你手里拿个戒指 是干什么的 跟你打背 哎呦什么 哈哈哈哈 你再说一遍 春天来了 什么东西绿了 春天来了 爸爸 啊 春天来了 爸爸怎么就绿了呢 那冬天呢 啊 冬 不是 这跟季节有什么关系啊 不应该是春天来了 小草绿了吗 那爸爸什么时候绿啊 我不知道 你自己问他去 问就问 哈哈哈哈哈哈 妈妈 嗯 我们家谁赚钱啊 你爸呀 小演一台准备好事 爸赚钱 我爸洗 我爸烧饭 我爸带碗 我爸还不知道我写作业 嗯 都是我爸 你干什么 你觉得呢 嗯 你是来欺负我爸 不是呢 我不是爱生了你吗 对哦 你还是个送货的 哈哈哈哈哈哈 你干什么 把脚搭在我身上啊 你干嘛踢我爸 你干什么啊 什么事情都笑着你爸 你又不是妈妈的乖宝宝了 你也不是我的好妈妈了 哎 你竟然那么不喜欢我 你干嘛找我打你妈呀 你找别人不更好吗 你想听真话吗 你说 因为你说 不用排队呀 不用排队呀 啊 好腻 耶 你在干嘛呀 我准备到姑娘家吃饭去了 你要吃大餐啊 哈哈哈 怎么你想不想去啊 呜 你不当跟屁虫吧 哈哈哈哈 你要不能买点好吃的东西 可以啊 你要吃什么呢 我想吃烤串 汉堡 鸡腿 还有炸翅 哎呦你妈 吃那么多东西啊 那要不少钱呢 哦爷爷你别怕嘛 我有的是钱 这给你 啊 哎呀 快点 哎呀 完蛋了 还是迟到了 啊怎么说 反正叔叔说 今天新车要不用上课啊 啊啊难道我记错了 你没有错啊 要怪就怪学校 新车又放什么家 哈哈哈哈哈哈 干嘛 不许再讲啊 啊 你搞笑吧你 我自己买的烤呀 你不让我吃啊 你看你玩你都装满了 你管我 你跟小屁啊 你能吃那么多吗 谁说我自己吃啊 对我爸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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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你好 我今天我妈妈生气了 嗯 为什么呢 昨天晚上爸爸不是送给妈妈一条大镜链子吗 这是好事呀 哎呦是 我在玩玩具的时候 我的机械是 把他大镜链子 给吸住了 然后妈妈就无名其妙的生气了 他把我的锡链石和大镜链子 都给人家个垃圾桶 哈哈哈哈 这么可怜呀 是的呀 还有更可怜的呢 他不给我们两座饭吃了 爷 你说怎么办啊 有人说 那女生怎么办 爷爷 看在我那么可怜的份上 我能去你们家吃饭吗 哈哈哈哈 当然可以呀 还是爷爷最疼我了 那爷爷 我没有红烧肉啊 今天 哎呦 没办法呀 我现在正在长身体呢 哈哈哈 那我比爷爷红烧肉烧得更好吃的吗 哈哈哈 好的 那爷爷就给你个红烧肉 那太好了 谢谢爷爷 爱你哦 哈哈 妈妈钱包里面的红票不要拿去了 啊 我拿了 一个小屁孩 你拿钱干嘛呀 赶紧还给我 我给我爸 你爸又不缺钱了 你给他干嘛呀 我爸要出差了 出门在外多带点钱 有道理 再说 不已经跟你说过吗 你怎么说跟你说的呀 早上睡觉的时候 我跟你说 妈妈 我拿点钱 给爸爸出差用 可以吗 那我也没有同意啊 你也没说不可以啊 你没说话 我就当你同意了呗 来老公 这个不好吃给你吃 这个也不好吃给 不想吃就别夹 不要总夹给我爸 我夹给我老公 你怎么办 他是我爸 有本事你夹给你爸 我爸用起你的爱鼻孔 跟你爸吵架你帮谁呀 我爸 我可跟你说 你爸今天出差了 晚上不回了 怎么 你想问一下我 我才不是那样的人呢 你只要帮我 我今天可以跟你一起睡哦 不用了 谢谢 我可不想被某人的呼噜声吵醒 我给你看你最喜欢的西游记 好吧 不好意思 我已经看过八百回了 你想看什么动画片吗 我都给你看 我什么动画片都不想看 我只想看书 跟你怎么样才能帮我吗 我给你点你最爱吃的炸鸡 好吧 怎么样都不行 少一小会更不行 我生气了 你别叫我妈妈了 好的大姨 请你走开 不要打扰我看书 谢谢 你爷爷你也太狠了吧 什么呢 我吃的红椒肉烧的很好吃 你火锅也烧的很好吃 你不要吃撑了 真的 你这种 我长大了要给你买大房子 给我住吗 对啊 还有不带你去旅游 在哪里 我们去山亚北京还有云南 哦 这宝宝带我去吗 对啊 好 陪大生命一起去 那一天 嗯 你现在能不能给我买一杯奶茶 哈哈哈 我给你买 你不是亲的吗 你不太好 哈哈哈 小姐 好好好 哈哈哈 你管我 弄奶茶就行了 哈哈哈 爷爷 你好 玩得开心吗 爷爷玩得很开心 你家出去 爷爷 你是不是把什么东西忘在家里啊 啊 没有啊 什么东西啊 我啊 你出去玩的时候 把我拉在家里啦 不知道爸爸妈妈带你出去玩了吗 哎 别提了 玩笑都快过完了 我出过最远的地方 就是小区花园 哈哈哈 大生命你别伤心了 爷爷给你买了礼物啊 真的吗 是真的 还是爷爷在弹我 哈哈哈哈 好 爷爷明天就给你送过来啊 好的 那爷爷 你能不能顺便 给我送份红烧肉啊 哈哈 哈哈哈哈 怎么一想吃红烧肉呢 跟着爸爸妈妈天天都是青菜豆腐 青菜豆腐 我想吃点红烧肉 补充一下营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爷爷给你买了带过来啊 好的 谢谢爷爷 好的好的 按钮 再见 哈哈哈哈 你爸说待会找你聊一下分床的事啊 怎么啊 你又谈怕他啊 看我什么事啊 你自己一点都不了解你爸 你劝他还是别的讨没趣 什么意思啊 我跟他睡 他不消吧 我比你年轻 我比你漂亮 我比你可爱 哈哈哈哈 我跟他睡 是他占我便宜好吧 我妈一生他老子就不错了 哎呦什么 哈哈哈哈 你已经想多了吧你 别笑 我告诉你啊 啊 我长大了 你们想跟我睡 他不乐意了呢 为什么 我跟爸睡你都不乐意 嗯 跟你们睡 哈哈哈哈 我老公乐意吗 哈哈哈哈 有人说你坏话耶 啊 啥 你爸呀 他怎么说的 他说你看看小泥球 过个年 都叛成一头小猪了 以后晚上不许给他吃肉了 哈哈哈哈 我妈妈没有同意啊 过分了 是的呀 我一听我就不甘心了 你说是怎么说话的 是不是 不仅说你是头猪 还不让你吃肉 哈哈 我说你过分了 爸说了我健康着想 吃太胖长不高 哈哈哈哈 不是 啊 啊 你怎么这样的人 问丽丽 说别人坏坏 哎呦 你妈 哈哈哈哈 这四房间到底藏哪了吗 我不告诉你 你我不会自己找吗 自己找就自己找 反正我不告诉你 哎呦 你告诉我嘛 你告诉我这个就归你了 拿走 喷我啊你 让我长出牙 哎呦 你妈 哈哈哈哈 那我带你去吃你最爱吃的烤串 好吧 麻烦你不要用这些垃圾食品来套路我 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谢谢 啊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有人 我和爸爸都信赵 你不信 哈哈哈哈 你确定不告诉我吗 确定一定 这肯定 我生气了 你以后不要再找我辅导你作业了 好 麻烦你以后不要再辅导我写作业了 啊 你辅导我越多 我错的越多 谢谢 啊 你们为什么趁我睡着的时候 到那午睡 没有啊 还狡辩 哦 可就睡吧 你们还睡一整晚 明天亮了才能陪我睡 哈哈哈哈 你还是不是我们爸妈 当然是你爸妈咯 他还干这样的事 你们胆子都跟谁学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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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还笑 哈哈哈哈 这么低声的女儿 这么可爱 有很懂事 你都不愿意陪 告诉你啊 啊 等我长大了 你想陪我睡 还不要呢 哈哈哈哈哈哈 大爷新年好 大兄弟新年好 我要请你去天文馆玩 你去不去 哈哈哈 对对对就是天王管 那边可好玩了 超级无敌好玩哦 哎呦 去嘛 票都买好了 不去就可惜了 那可太好了 但不过要辛苦下爷爷 要怎么一回事呢 要爷爷开车送我们去 哎呦你妈哈哈哈哈 我爸爸没空 然后妈妈开车 我又害怕 爷爷也不想开车呀 啊求求你妈 拜托啦爷爷 爷爷开车技术最好了 又安全 而且还很舒服呢 哎呀 那等会爷爷就开始来见你好不好 好的谢谢爷爷待会见哦 哈哈哈哈 秋 嗯你到底谁生的 只顾问你说呢 哈哈那为什么你什么事情都向着你爸呀 嗯我当然想知道了 哎呦你干什么 大过年让我揍你是吧 哎宝贝 是的啊 插插就行了哈 懂了吧 懂了吧 啊哈哈哈哈 待会出去吃饭你让你爸不要喝酒啊 啊 不可以 为什么啊 我们老师说啊 不要夺人所好 喝酒又不是什么好的爱好 我说不要就不要 啊啊 看 这什么 哦 你只要说了 这一百块钱就归你了 这个钱好赚吧 好赚你自己去赚呀 呵呵呵呵 但我不是不方便吗 妈妈要是说了 亲戚该怎么想妈妈了 那你就不要在旁边多管钱 是的大过年的 让我爸高兴高兴呗 这样 你只要说了 明天我就带你去游乐园吧 走心了吧 别白飞一车 我是不会阻止我爸的 哼 到时候你爸喝醉了 吐了 我才不管他呢 不管就不管 我的爸爸 我来 哎呦你妈 哈哈哈哈 还没给大家拜年呢 给大家拜个年吧 好 好 来 祝大家新年快乐 哈哈哈哈 不是 起来起来 再来一遍 祝大家新年快乐 哈哈哈哈 谢谢奶奶 叔叔 阿姨 哥哥姐姐 小泥丑给你拜年了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突飞猛进 全国四景 突然抱负 身体健康 肚年 开心无意 顶呱呱 十年快乐 哎你这钱 我又罢了 我知道 那你什么时候把欠我的钱还一下呀 我什么时候 去年悦悦的学费啊 还有生活费啊 你看啊 学费一个月五百 生活费五百 加起来一千 一年就是一万二 那么多 怎么 你很赖账啊你 我 他不是那样的人呢 我送给你 帮我吧 你看一下 这顶多四千啊 不够啊还差八千呢 那怎么办 我没钱了 都没你了 妈妈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这样 你写个欠条 剩下的八千 用你明年的压碎情话 好 那谢谢妈妈 还有什么 欠条我给你写好了 你盖个手印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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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